SWAP 特別注意直接就選下面不是選上面直接選swap 那swap上面就沒有掛載點的問題 大小的話我們就給他1024 那這樣的話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一般swap會直接掛載到 在這個地方1024 Feedonage會把他放在後面 其實都一樣只是給他一個空間 第二個呢 再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記得 類型一定要ext3 這一列三是 這個Feedonage Linux專用的格式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給他什麼呢 直接給他這個第一個 就不要去什麼boots或者home這些都不用 直接就一個根目錄 反正通通給你就好了 然後呢特別注意這邊就直接填滿 最大值全部通通給他 後面 剩下都給你 因為考試其實沒有規定說 要給多少 那通通給你就好了這樣最簡單 好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分割出來了 你會發現這地方呢 就會 理論上這邊 他自動會把swap 擠到後面去 有沒有 擠到這個磁區 好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要安裝Feedonage的位置 好這個特別注意 其實比較會有問題在這裡 swap實際上在Linux裡面的用途就是虛擬記憶體 好 那這部分呢 XP是不用設定 可是 Feedonage裡面呢 是 需要設定 甚至 你如果沒有虛擬 你的記憶體夠大 其實甚至swap 沒加 應該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怕 你論用完之後 那就Stand了 好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安裝 我們要的部分 好 下一步 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防火牆的部分呢 我們就 這邊呢 其實 沒有設定 其實不太 我們就用預設的就可以 因為這邊 防火牆有沒有其實無所謂 下一步 再來是Chinese 沒有問題 下一步 那這個 這個時區 反正就是 台北 再來的話呢 密碼部分呢 我們原則上 如果說有設定 我們就用設定 如果沒設定的話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 我們記得起來的一個密碼 比如說1234 1234 好了 按下一步 最少六個資源 所以 123456 好了 六個資源 下一步 三個資源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安裝哪一些 這邊